! ! 哈囉 大家好! 萬聖節快要到了! 應該大家都知道我今天辦的是什麼! 登登! 沒錯! 我就是時速越徹底的殭屍!!! 其实这个妆容非常的简单 而且这次我会教大家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版本 这些材料都是你不用另外买 家里就会有的东西 新年万圣节就来一起学学怎么画一只僵尸吧 第一步拿出你的黑色眼影 这一盘是之前厂商合作送的 所以0元用它勒 然后拿眼影刷 大片的制造黑眼圈的效果 越深越好 大创粉底液只要39元 没错就拿它来遮唇色 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有僵尸感 僵尸脸上一定就有很多血 那我会拿这种深红色的唇膏 在脸上一条一条画出血丝的感觉 再来可以用人体彩绘 没有的话也可以用口红或眼线代替 那因为这个质地比较湿润 所以会更有那种鲜血的感觉 然后我就是随意的暈染在眼睛跟脸的四周 那在血丝的四周咧可以再用黑色眼影制造阴影的感觉 那僵尸嘛整个脸看起来脏脏的其实没关系 在嘴唇四周也可以增加一点阴影 还有鼻子也是 我会再用小眼影刷 然后混红色跟黑色这样子会变成灰紫色 很适合化为血管 重点来的伤口特效要怎么办呢 其实不用特别再去买材料 家里的假睫毛胶还有家里的卫生纸 就是很好的帮手 你只要用假睫毛胶 然后涂在脸上 再把薄薄的卫生纸慢慢黏上去 就会有假皮的感觉 那之后就要很有耐心的用眼影慢慢一层一层叠上去 制造伤口呢一样利用黑色眼影还有红色的颜料 慢慢的堆叠在卫生纸上面 一层一层油耐性的把卫生纸都遮住 这样看起来就会很象征的伤口了 脖子地方也要画出血管才会更像 黑色眼影也可以选择像这样的眼影笔 那我还是会另外用眼影刷沾去一些 然后直接画在鼻子上 可以画出一点分支的效果 会更象征的微血管 黑色的部分也可以连接到红色 就会更逼人 然后一直往上画到脸 最后也可以多多利用黑色 在你想要加强阴影的地方 多画一些这样子会更有立体感 如果有海绵也可以沾湿海绵稍微晕一下 再用黑色颜料加强整个伤口更湿润 会更像刚被咬的伤口 耳朵跟嘴角也可以画得更血腥 再用更多的红色颜料 然后画出一堆血管的样子 这样看起来就真的很像一只火僵尸了 其实整个妆容还算蛮简单的 只要很有耐心的慢慢一条条画出血管的样子 就算完成了 蓝僵尸来了 麻烦用万圣节了 临时想不到要画什么的 可以来学学这个妆容 300元以下就能完成 而且又非常的简单 最后就用僵尸装跟大家说 万圣节快乐咯 拜拜